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肃顺,这位清末重要的权臣,最终却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令人唏嘘不已。 他真的是因为得罪了两宫太后,才遭此厄运吗? 事实的真相,远比表面更为复杂。 肃顺的一生中,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触犯了哪些权贵的利益,导致他最终难逃厄运? 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宫廷斗争和权力角逐?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纷繁复杂的历史,揭开速顺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 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将为你还原一个权臣的最后岁月,以及权力斗争中的残酷无情。 咸丰即位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蔓延,鸦片战争后的亲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 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咸丰自然深感棘手,急需一位能干的臣子来协助自己渡过难关。 而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隐藏已久的改革者肃顺,突然出现在了咸丰的视野之中。 肃顺出身正亲王府,虽然只是一位三等府国将军,但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远见,很快就引起了咸丰的重视。 相比起那些贪生怕死,只会察言观色的大臣,肃顺的直言不讳和独到见解,让咸丰耳目一新。 在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刻,咸丰自然格外需要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猛将,于是很快就任命肃顺担任自己的贴身侍卫。 经过一段时间的表现,肃顺的才能和胆识终于彻底展现在了咸丰面前。 他不仅能洞察时局,出谋划策,而且手段果断,在处理一些棘手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时,总能出奇致胜。 这样的表现,自然让咸丰对肃顺刮目相看,很快就将其提拔为重要的军机大臣,并在临终前指定他为顾命大臣之首,共同辅佐年幼的同治皇帝。 这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让向来不太受重视的肃顺,一跃成为了亲王朝最有权势的人物。 但是,权势的提升并没有让肃顺感到快乐,反而让他意识到,亲王朝的未来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通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肃顺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二百多年的帝国,亲王朝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军事实力的败落,到官僚腐败的泛滥,无一步昭示着,这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正在走向没落。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改革者,肃顺自然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满清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于是,他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自己的改革措施,试图拯救这个即将沦陷的帝国。 自入官以来,亲王朝一直奉行以满为尊的政策,各个药金大都掌握在满人的手里。 这样的做法,虽然巩固了满人的统治地位,但也导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满人官僚日渐腐朽,不思进取,反而成为了亲王朝的一大包袱。 而相比之下,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期,一批英勇善战,有远见的汉人将领和官员,却成为了支撑亲王朝不倒的关键力量。 比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他们不仅能率军,击败太平军,还能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改革措施,为亲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 肃顺深深地意识到,如果还继续奉行满人为尊的思想,亲王朝只能越来越走向衰落。 所以,他果断地开始重用这些优秀的汉人官员,并大幅压缩满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一个满人,肃顺的做法无疑引起了满清权贵的强烈不满。 他们抱怨说,这个满人竟然敢如此贬低自己的族意,这简直就是对满清统治的背叛。 但是,肃顺并不在乎这些。 他坚信,只有放开对汉人的限制,才能真正地拯救亲王朝。 在肃顺看来,亲王朝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困境,与官场腐败问题息息相关。 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拔机制,科举考试本应成为选拔人才的戾气,但到了咸丰时期,这个制度已经完全沦为了贪污舞弊的工具。 所谓墨卷和朱卷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科考早已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本质。 一些不称职的满人官僚,只要通过舞弊手段进入朝廷,就可以凭借这种提携关系一路升迁,最终成为亲王朝的要员。 这种状况,无疑加重了满清政权的腐败程度,也为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埋下了祸根。 有鉴于此,肃顺决定在咸丰的授意下,对这个击毙以身的科举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整治。 他首先抓住了顺天府相视的一期舞弊案,并将主考官百岁等人斩杀。 这无疑引起了满清权贵的强烈不满。 但肃顺并不在乎,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强力打击,才能根治科考腐败,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同时,肃顺还针对职场腐败,进行了一系列整顿。 他发现,许多满清宗室和八旗权贵,竟然通过各种手段,在货币发行等环节上大发横财。 于是,他果断地抄没了数十家涉案王公大臣,并将部分人严惩不待。 这一系列的打击行动,无疑让肃顺成为了满清权贵的头号眼中钉。 他们深感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恨不得立刻铲除这个敢于触犯他们利益的改革者。 在肃顺看来,清王朝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困境,也与八旗这一特有的满人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满清统治的基石,八旗从一开始就享有各种优待政策,不仅有固定的俸禄供养,还可以优先选拔进入官场。 但到了咸丰时代,这些本应成为王朝脊梁的八旗子弟,却完全沉沦于游手好闲,贪赃王法之中。 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屡次溃败,在朝政方面也几乎无所作为,反而成为了清王朝的一大包袱。 作为一个重视人才的改革者,肃顺自然无法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 于是,他果断地提出了一项惊人的改革措施,裁减八旗的公养,让他们自谋生路。 同时,他还主张在官员选拔上取消满人优待政策,坚持为财事举的原则,让优秀的汉人也能进入朝廷,为王朝出谋划策。 这一改革方案,无疑触犯了八旗权贵的根本利益。 他们的特权地位正是建立在满人优待政策之上的。 如果这一政策被取消,他们的利益基础也就动摇了。 于是,肃顺再次成为了满清贵族们的眼中钉。 作为一个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人物,肃顺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反对他的不仅仅是那些保守的满清贵族,连一向亲信的慈禧太后和一新亲王也开始了针对他的打压。 在咸丰临终前,由于担心肃顺会在朝政中掌握过大的权力,他特意将辅政的硬性分给了多人,以便进行制衡。 但这种做法,却给了慈禧和一新夺权的机会。 两人很快就联手发动了一场名为新有政变的政治风暴,将肃顺等人一网打尽。 他们首先将肃顺等人革职,接着又以各种借口将其诛杀。 其中,对于肃顺这个满人改革者来说,他们更是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 据记载,当肃顺被押赴刑场时,他始终不肯下跪认罪,反而痛骂慈禧和一新。 为了让他就范,奸行锐亲王仁寿和刑部右侍郎仔玲玲柜子手先用大铁饼打断了他的双腿,这才迫使他跪下。 随后,这位曾经亲王朝最有权势的人物被当场斩首。 就连在场的观众也纷纷表示惊讶,这位宗室大臣尽遭如此下场。 有人甚至打趣地说肃顺也有惊日乎,可见肃顺确实惹怒了太多人。 而慈禧和一新的这次政变行动,更是彻底将这位改革者一网打尽。 对于肃顺来说,这种遭遇无疑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悲剧。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改革者,他本应成为挽救亲王朝的关键力量,但最终却沦为众矢之地。 当时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受益于肃顺改革的汉人知识分子,对于他的下场都感到非常惋惜。 曾国藩就曾经怅然长叹,此冤欲也,自毁常诚意。 可见,即使在当时,也有人意识到肃顺的改革举措确实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是,即便如此,肃顺还是没能逃脱被慈禧和一新铲除的命运。 作为一个满人改革者,他不仅触犯了满清贵族的利益,也没能得到皇帝的真正支持。 在关键时刻,咸丰只能选择屈服于慈禧和一新的压力,不得不牺牲掉这位难得的能臣。 对于肃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结局。 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改革者,他本应成为亲王朝最后的希望,但最终却沦为了众矢之地。 这种命运,无疑也折射出了清末腐败政治的某些深层问题。 或许,肃顺的悲剧结局也预示着亲王朝即将走向终结。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改革者,他曾经试图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帝国,但最终却只换来了自己的灭顶之灾。 这种命运,无疑也成为了清末腐败政治的最好写照。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不禁让人感慨,改革者的命运往往都是如此艰难曲折,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深思的悲剧吗?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